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长春市无意小区居民生活有序恢复 逐步恢复了这个园区内的商户的一些正常的经理秩序 也是逐步的恢复我们辖区这个小区的居民这种流动的生活方式 省内重点项目全面开复工 对于我们现在已经复工的工点 严格遵守这个属地政府相关的这个防疫政策要求 做到疫情防控和这个失控生产两不误 坚守抗疫一线 我是吉林人王丹 我从咱们这些下沉的志愿者身上 真的看到了咱们共产党员的一种精神 在狱而归 原籍医疗队员踏上反常航班 省属国有企业春季招聘工作开启 目前我们正在积极组织 省属国有企业根据企业发展战略和人力经验规划 确定2022年度用人需求最大限度的挖掘和开发 适应应建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工作岗位 春季清洗期 万知燕雀集群天桥岭民区 民区居民若遇到任何飞桥走兽 应与之保持必要的距离 如愈受伤的营生动物 应及时联系当地森林人王部门 请求警方出事 节目开始 我们先来关注我省新冠肺炎疫情方面的最新情况 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了本轮 吉林省疫情防控工作第44场新闻发布会 并在发布会上通报了目前我省的疫情情况 发布会上介绍 4月22号零至24时 全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36例 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05例 新增正义出院确诊病例1159例 新增解除隔离医学观察 无症状感染者1128例 4月22号 长春市新调整4个区域为低风险区 中风险地区降为20个 公布第13批220个无意小区名单 四平市 辽园市 通化市 白山市 松园市 白城市 留住力量 切实做好核酸采样 转运隔离 帮仓医疗 社区管控 环境消杀等工作 巩固拓展疫情防控成果 把对口支援任务落到实处 吉林市新调整6个区域为低风险区 中风险地区降为15个 区域内无高风险区 4月22日至23日 继续在社会面开展区域核酸检测 制定出台无意小区管理办法 扎实推进社区治理管控工作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 我省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也来到了现场 并且就大家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回答 这其中就包括我省三区动态调整 现阶段的要求是什么 解封的条件和标准是怎样的等问题 发布会上介绍 当前我省本轮疫情防控 已经进入巩固成果 动态清零 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阶段 动态清零不是要求在某个时刻 无新冠感染 但对于每一起发生的疫情 都要求在较短时间内 迅速将其扑灭 发现一起扑灭一起 一个人感染新冠病毒后 经过一到两天的病毒复制后 出现排毒 并持续排毒约7到12天 如果在这期间 病毒不能传染给其他人 病毒就会被消灭 发布会上还介绍 我省风控区和管控区 要继续严格落实 各项管控措施不放松 做好人员管控 健康监测 物资供应 就医保障 抗原和核酸检测组织等工作 其他区域要逐步解封 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并落实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 在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时 可解封解控 近14天 区域内无新增病例 或无症状感染者 区域内最后一名密切接触者 自莫斯暴露超过14天 核酸检测为阴性 解封前两天 区域内所有人员 完成一轮核酸筛查 均为阴性 在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时 可解除管控 近14天 区域内无新增病例 或无症状感染者 区域内最后一名密切接触者 自莫斯暴露超过14天 核酸检测为阴性 解控前两天 区域内所有人员 完成一轮核酸筛查 均为阴性 县区内 封控区 管控区 全部解封解控 和解除防范区 上网都是 长汉广危 海军报道 今天下午 长春市政府新闻办 也召开了第66场 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并在发布会上介绍了 目前长春市的 疫情防控工作进展 4月23号的发布会上介绍 4月22号 0至24时 全市新增本地 确诊病例129例 含83例 无症状感染者 转为确诊病例 新增本地 无症状感染者 188例 以上人员均为 隔离管控期间 筛查新冠病毒 核酸阳性感染者 4月22日 0至24时 我是新增治愈出院 确诊病例321例 新增解除隔离 医学观察 无症状感染者 421例 当天的发布会上还介绍 4月中旬后 长春市全力推动 畜牧业复工复产 截至4月21号 全市4283户 规模以上 触勤养殖场 已有4259户 恢复正常生产 占比99.44% 全市127家飼料生产企业 全部复工复产 为保证疫情期间 肉蛋奶等菜篮子产品 市场供应 我局面向社会 分种类 分批次 发布了长春市 畜牧重点保供企业名单 这些企业 涵盖畜牧养殖 饲料 授药 诊疗 涂载 亚工 无害化处理等各个方面 目前已累计发布 6批次 170户保供企业 最大限度满足了居民生活需要 那在今天的发布会上 长春市畜牧业管理局 还对什么是两亿叠加 疫情之后 如何保障肉类产品 供应和质量安全的问题 进行了解答 发布会上 长春市畜牧业管理局介绍 两亿是指新冠肺炎疫情 和动物疫情 两亿叠加 是指新冠疫情和动物疫情 在同一地区 或同一区域 同时或相继爆发 形成叠加 春季是动物疫情 高发期多发期 为防止两亿叠加发生 长春市畜牧业管理局 因地失策 确保两率达到百分之百目标 各县市区因地质疑 想尽各种行业有效的办法 解决了动物疫苗 运输限情的难题 实现了疫苗 进村住场率百分之百 对受新冠疫情影响 矫动的区域 我们采取了先外围 后内部的方式 实行点对点 专人领配疫苗 按照免疫程序 组织开展免疫 确保免疫率达到百分之百 在肉类产品供应和质量安全方面 为保证疫情防控期间 市民对肉类产品的需求 经过严格把关 认真筛选 确定浩岳 德大 华正 精气神等 18家触勤屠宰加工企业 负责肉类产品供应 采取封闭生产 闭环管理 平均日屠宰生猪4944头 牛1075头 禽40.6万只 较好的满足了市场供应 我们派驻62名官方授业 和咱们企业的工人 同吃 同住 同工作 一是监督企业 严格落实肉品检验制度 要求企业配足充足的肉品检验员 并且严格按照肉品规程式检验 二是监督企业 严格落实自检制度 自检就是检测瘦肉精 检测非洲猪瘟 对于瘦肉精的检测 牛是咱们头头剑 生猪是批自检 非洲猪瘟检测是头头剑 三是监督企业 严格落实无害法处理制度 对于定死去勤 极不可实用的产品 要在咱们官方授业监督下 进行无害法处理 四是 监督企业 严格落实出入场制度 对续勤入场 出场票量 严格查案 确保不合格的续勤不入场 不合格的肉品不出场 首网都市长汉张萌广为报道 四月二十二号 零至二十四时 全省新增本地 确点兵力 一百三十六例 其中 长春市 一百二十九例 盐边周四例 吉林市 三例 新增本地 无症状 感染者 二百零五例 其中 长春市 一百八十八例 吉林市 十三例 盐边周 四例 以上感染者 均匀转运至 定点医疗机构 隔离治疗 四月二十二号 零至二十四时 全省新增本地 确诊兵力 一百三十六例 清型一百三十四例 普通型一例 重症一例 其中 长春市 一百二十九例 含八十三例 无症状 感染者 转为 确诊兵力 盐边周 四例 吉林市 三例 新增本地 无症状 感染者 二百零五例 其中 长春市 一百八十八例 吉林市 十三例 盐边周 四例 以上感染者 均匀转运至 定点医疗机构 隔离治疗 对以上人员的 密切接触者 次密切接触者 均匀开展追踪排查 并落实管控措施 对其生活和工作场所 进行了中末消毒 四月二十二号 零至二十四时 全省新增 治愈出院 确诊兵力 一千一百五十九例 其中 吉林市 八百二十三例 长春市 三百二十一例 四平市 七例 白城市 七例 辽元市 一例 新增 解除隔离 医学观察 无症状 感染者 一千一百二十八例 其中 吉林市 七百零一例 长春市 四百二十一例 辽元市 三例 四平市 两例 梅河口市 一例 守望都市 报道 政府新闻网内召开了本轮 吉林省疫情防控工作第四十五场新闻发布会 这是一场介绍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专题新闻发布会 4月23号下午的发布会上介绍 目前我省各地正积极组织具备条件的项目陆续开复工建设 其中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长春市吉林市 在社会面动态清零后 通过采取闭环施工等方式 有序推动长春市轨道交通 五六七号线 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 光电子信息产业园区 吉林化鲜15万吨 碳纤维原司等一批重大项目率先复工 其他受疫情影响较小的地区 项目建设恢复态势较为明显 五千万元以上项目 再建率均达到65%以上 航空运输方面 长春农家机场已制定复工法案 初步考虑在长春解放后 逐步复航客运航线 争取用一月时间 达到省内千万级航运水平 严谨机场已复航韩国大丘机场 通话中原 白城 长波山机场等 在疫情结束后可以随时复航 另外 在公路货运方面 加快全国统一的新版跨省 货物运输通行证发放工作 累计发放3.5万张 大力推进非接触式物流运输中转站建设 已投运六个 随时启用五个 正在建设一个 累计安全中转车辆649台次 优政快递方面 省内省外优政快递运输干线基本畅能 截止目前 全省优略快递 已返港1.5万人 分拨中心恢复运行95个 城市网点复工860个 末点网点复工1299个 优件快件 积压已由最大方值500多万件 快速降至328万件 首网都市成汉 广为海军报道 目前长春市越来越多的小区 成为了无意小区 无意小区里的居民 在做好个人防护的情况下 可以在小区内进行活动 今天跟着我们记者的镜头 来到长春宜家7080小区 看一看那里居民的生活情况 作为无意小区 从4月19号开始 长春市宜家7080小区 就已经开始逐步的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 大家采取的是分时段 分楼栋的下楼进行活动 除此之外 在我身后我们可以看到 在小区的内部 设置了这样的一个受药窗口 可以为小区的居民提供日常必需的药品 买点那个VC 然后给小孩买点 庄家抵抗力的药 好的好的 社区工作人员表示 结合小区老人儿童较多 用药需求量相对较大的实际情况 在保证居民不出小区的前提下 小区特别开设了受药窗口 满足居民购药需求 逐步恢复了这个园区内的 商户的一些正常的经营秩序 也是逐步的恢复 我们辖区这个小区的居民 这种这个流动的这个生活方式 社区工作人员表示 目前小区制定了错峰流动方案 十栋楼房分为四组 居民分组分时段下楼 还可以通过预约方式进行礼拜 本身我也是咱们的居民 然后也是一个志愿者 然后在这个特殊时期呢 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发挥一下自己的娱乐 至少今天他来了 你才赶紧来 也谢谢师傅 社区工作人员表示 物业人员对电梯楼道等处 每天进行四次集中消杀 做到解封不解防 咱们小区管控还是非常比较好的 非常人性化 每次下来留吧 都会自觉 降个两米 除了晒晒太阳 感觉心情挺好的 社网都市报道 最近啊 长城市南关区的一些 无意小区里出现了 流动售卖点 这些流动售卖点啊 为辖区内无意小区的居民 提供了多种物资 满足大家多样化的选购需求 在长城市南关区各个无意小区 每天都会有像我身后这样的 移动售卖点 在小区内摆摊销售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在长城市南关区湖东小区 那么今天所销售的商品呢 除了我们日常所使用的米面油之外 还增加了许多其他品类的商品 像比如说熟食 麻辣烫套套餐 鲜肉 海鲜等商品 那我们也了解到啊 像这样的移动售卖点 每天将会在长城市南关区 30多无意小区进行移动售卖 记者了解到 长城市南关区各个无意小区流动售卖点 每天销售的商品并不相同 有像蔬菜水果肉类调料包等这样的食品 也有像洗衣液牙膏卫生纸这样的日用品 而当天销售的品类都是经过所在辖区的街道社区 通过微信群在前一天向居民发布消息 了解大家的购买意向并统计之后 再由保工企业派货并运送至小区 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能满足老百姓这些 除了蔬菜包以外的个性化的需求 每天到我们小区内三个小时左右 我们每天给它固定时间段 让老百姓分楼栋的分单元的下来进行采购 这样才能保证整个小区的安全 记者从长城市南关区商务局了解到 流动售卖点从4月15号开始 在长城市30余个无意小区运行 日销售额达到15万元左右 首网都市报道 长城市农伯园是静越区的蔬菜保供分检基地 为保证静越区居民的蔬菜供应 农伯园每天都需要分检蔬菜包近7000份 为了给居民提供安全放心的蔬菜包 农伯园每天还要对这些物资进行消杀 确保每一包蔬菜都能够安全出发 暖心到达 现在记者所在位置是长城市的农伯园 同时这里也是静越区的蔬菜保供分检基地 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 在记者身后 目前工作人员正在对各品种的蔬菜进行分检 同时通过我身边分检好的蔬菜包 我们也可以看到 从蔬菜包的外表来看 蔬菜包里面的种类 应该说是特别的齐全 而且刚刚记者也是尝试用手去拎了一下 也是特别的重 那这个蔬菜包无论是从蔬菜的种类 还是数量都非常丰富 农伯园是24号接到的保供任务 应该二十几天过去了 现在各方面还是比较屡顺的非常好了 首先静越区10个镇级 那么天天他们把需求的菜量 他们提早统计 这样的话在现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又在蔬菜的品质上 又进行了不断的更新和调整 针对居民们的需求 长春农伯园扩大了蔬菜物资的供货来源 让品种更丰富 确保了蔬菜包菜品的合理搭配 我们又进了原产地的甘蓝的蒜苔 包括这两天又十令的菠菜韭菜 这都来了葱姜蒜 据统计 为保障静越区居民的蔬菜供应 农伯园每日分减蔬菜包近7000份 每份含8至10种蔬菜 重量达10公斤 虽然分减压力很大 但是每天农伯园均有专人 对物资进行消杀 确保每一包蔬菜都能安全出发 暖心抵达 首王都市编辑报道 为了更好的 让我省多个重点项目顺利开复工 相关部门也推出了多项举措 比如说为企业开通省内物资运输通行证 每天点对点运输等等 全力帮助企业解决难题 记者在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健康食品产业园的施工现场了解到 从4月15号开始 这里已经全面开复工 该项目总投资14.08亿元 目前正在进行设备安装 基点安装 室内精装修工程等施工内容 项目共有220名人员驻厂 实施闭环管理 相关部门为企业开通省内物资运输通行证 每日点对点配送果蔬 应急药品等生活物资 我们施工单位坚决螺丝 地方政府的疫情防控措施 做好必防管理 防疫消杀 人员登记 然后每天核算检测 所有人员实行分参制 人员不具体 政府为我们提供了绿色通道保证的物资供应 为确保延长高速化电段工程如期完工 化电视野积极帮助各项目部协调解决车辆通行 进场人员疫情防控隔离等相关问题 办理省内及跨省运输通行证 共计285张 从源头上解决项目材料运输难题 对于我们现在已经复工的工点 严格遵守这个属地政府 相关的这个防疫政策要求 做到疫情防控和这个施工生产两不误 后续我们将根据这个政府这个相关要求 逐步组织其他工点的这个复工工产 尽快将这个受疫情影响的这个工期抢回来 确保项目顺利实现这个总体工期目标 收网都市报道 目前四平市正朝着实现疫情期间 绝对安全稳定的目标攻坚 部分企业呢也开始进行复工复产 为维护重点企业复工复产期间的消防安全工作 四平市消防通过上门指导等方式 助理企业复工复产 为切实维护重点企业复工复产期间的消防安全服务保障工作 四平市消防救援支队主动上门帮扶指导 为辖区各企业送上消防服务 确保复工复产期间消防安全形势稳定 部分企业在复工复产的同时 存在产能积压和加班加点赶工期的情况 消防安全隐患不容忽视 按照四平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的部署要求 我们积极对接相关部门和企业 通过靠前服务上门指导等方式 帮助企业及时整改和消除安全隐患 最大限度助力全市企业的复工复产 消防部门在开展线上视频培训的同时 主动深入复工复产企业 开展线下培训服务 面对面讲受消防安全常识 手把手演示操作灭火器 削火栓等常见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 对复工复产企业进行科学消杀 做到不留任何死角 确保消毒消杀全覆盖无缝隙 为复工复产的企业员工 提供安全卫生的工作环境 我公司积极储备 复工复产消防救援部门 主动服务提升员工消防安全意识 帮助我们积极排查和消除安全隐患 为公司全面复工复产 提供了全有力的安全保障 首网都市编辑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首网都市 我们的全媒体直播也正在进行 欢迎您随时参与互动 来看我是吉利人系列报道 活省本轮疫情发生后 很多人都在为抗击疫情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医护人员为救治患者全力以赴 社区工作人员为做好防控 24小时不停歇地工作着 而志愿者则化身为大白 协助社区进行核酸检测 运送物资等工作 大家都在用自己的行动为防疫助力 王丹是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一名工作人员 疫情发生后 他与同事们一起下沉到街道 为保障居民的日常生活和防疫安全默默地付出着 虽然很辛苦 但是王丹说 只要疫情不退 他就会一直坚守着 我叫王丹 是来自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志愿者 我下沉的街道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后呢 街道就委任我为临时党支部的第一书记 支部成立的时候呢 最初有八个人 他们都是来自于各个歧视业机关单位的党员干嘛 慢慢每天都是大约 就是最少也得十点才能回家 会不会保护我的安全 睡觉也是不让我跟他一起睡 在运送蔬菜和生活用品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这个辖区居民吧 对我们这种固定的蔬菜包和粮油包有些不太满意 他们想要这种单独的采购 比如说呢 他就想要一袋米 或者只想要一瓶油 这种情况呢 我们党支部呢 就临时召开了会议 讨论开展了这种订单式的采购 我们就连夜联系了包包企业 根据居民这个沟通 确定数量 最后把这个送到居民家中 谢谢你阿姨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一天我就突然发现 我说这个王丹安怎么 总是嗓子里 总像是 就是总像壳似的那种感觉 原来它是 患有慢性的支气管炎 因为这个蔬菜包的 有的都有十多斤 二多斤这样 就是它就会喘得特别厉害 我从咱们这些下沉的志愿者身上 真的看到了 咱们共产党员的一种精神 我是吉林人 只要疫情不退 我就会一直坚守 面对疫情 中海物业国际社区 碧林管理处的项目经理张薇 和60余名物业工作人员 坚守岗位 积极配合社区安排 守护小区的居民们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张薇是中海物业国际社区 碧林管理处的项目经理 3月8号开始 他和60多名物业工作人员 奋战一线 13号起 大家衣食住行都在物业 坚守岗位 权力保障小区内的环境消杀 和业主的生活物资供应等各项工作 线上不会团购的 我们为这类人群进行一对一的重点关注 主动就是帮助老人就是购买这个生活物资 还有药品 然后同时给这个业主这个冲脚燃气费 还有就是近期我们在做这个解封前的准备 为这个业主的这个车提前打火充电 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能展现真正的温情 张薇说在物资短缺的情况下 仍有业主给他们送食物送温暖 这些感动他也会长留心中 好多的这个热心业主 这个真的在他们物资很准确的情况下 给我们送这个吃的呀 包括一些我们的生活用品什么的 对我们的对我们非常关注 张薇说现在小区秩序紧然 抗疫成果显著 这离不开每一位奋战在异线的社区工作者 志愿者物业人员和居民们的共同努力 他还说自己不仅要感谢 并肩作战同事们的辛苦付出 还要感谢关心支持他们的每一位业主 他们像家人一样关心我们 我们也如同家人一样守护着他们 现在长春已经实现了这个社会民燕清流 我相信胜利就在眼前 期待解放的那一天 然后我们物业全员也会在最后的这个时间里 做好防疫工作 然后帮我们小区平安 然后顺利解放 自我省本来疫情发生以来 无数的志愿者投身于战役事业 他们或在大街小巷或在街道社区 坚守在我省防疫前线的阵地上 这些志愿者身穿防护服 大家也许看不清他们的容貌 但却能感受到那份执着和坚定 今天也让我们来走近他们 了解他们的辛苦和付出 大街小巷有很多变身大白的志愿者 人们看不清他们的容貌 却能感受到那份执着和坚定 景仪是长春市九台区人民医院 医养中心的护士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 一直坚守在隔离病房 身为交警的丈夫李斌 则一直负责辖区确诊病患 密接次密接人员的转运工作 彻夜不眠是常态 段秀娟经营着一家口腔诊所 疫情期间 她带着45名医护人员 组成志愿者服务队 每天每个人都要完成 1500多人的核酸采集量 我是吉林人 长春的市民 我有责任 有义务来去守土有责 然后保护好我们美丽的长春 在长春市宽城区南国路卡点 马旭已经建守了一个多月 他是志愿者 更是一位三岁孩子的母亲 从孩子出生到现在 我俩就没有分开过 分开最长的时间 就是我白天工作的时间 快一点结束疫情 然后快一点回家和孩子见面 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抗疫战场上 党旗始终高高飘扬 截至目前 长春市市职机关党员志愿者 先后下沉到9个城区 418个社区 成立了2429个临时党支部 组建了小区党员志愿服务突击队 提高了志愿服务 组织化 规范化和工作成效 吉林市在抗疫一线 成立临时党组织941个 全市23000名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 下沉社区一线 成立小区党员志愿服务突击队1755个 实现小区全覆盖 在全省各地 到处都有志愿者的身影 在盘石市经营早餐店的金玉宴 每晚都会为助手高速公路口交通检测点的工作人员 送去热乎乎的馄饨 交通卡点上 我们都送那个免费送餐 在宋元市宁江区和平街道 志愿者们给社区居民送菜 买药照看行动不便的独居老人 每天从早忙到晚 本轮疫情期间 在全省疫情防控的每一个前线阵地上 都有众多平凡而伟大的志愿者在顽强奋战 筑起了一道道抗击疫情的坚实防线 仅至目前 全省志愿者累计上岗707万9900人次 在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开展的 疫情防控志愿服务关爱行动中 累计建立服务项目1691个 累计报名80560人 累计审核通过52185人 当日志愿者上岗38500人 日均服务时长10.1个小时 首王都市编辑报道 我省疫情先动着全国人民的心 疫情发生后 全国多地都派出了医疗队来支援我们 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 我省疫情防控形势逐步好转 昨天来自北京 湖南 江西等地的 共计330名医疗队员 踏上了回家的航班 长春机场也以最高领域 送别这些白衣战士 4月22号 来自北京 湖南 江西的三支 原籍医疗队在于而归 据了解 这三支原籍医疗队 共有330名医疗队员 考虑到当日本场大风天气 长春机场为三架包机 优选了最佳机位 方便各省白衣天使顺畅登机 为了能让白衣天使 回家旅途安心舒心 长春机场全体工作人员 动态优化服务流程 全力做好每一个保障细节 全面开放直击柜台与安检通道 最大化提高直击与过检效率 机场设计印制了上千张 纪念专属登机牌 用民航的方式 向白衣天使致敬 下午十五失序 最后一批返程的江西原籍医疗队 医护人员所乘坐的航班 顺利起飞 截至目前 长春机场圆满完成第四批 三架次返程医疗队员包机保障工作 共保障330名医务人员顺利返程 运送行李及物资604件 共计9469公斤 守望都市赵新编辑报道 随着新冠患者的陆续出院 在长春北湖方舱支援的西安医疗队 也进入到了休整状态 接下来病区的新冠患者 将由长春医疗队接管 我现在来到的位置 是我们长春市的 北湖奥体方舱医院羽毛球馆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 西安交通大学的第一附属医院 以及第二附属医院的 267名医护人员来到我们基林 经过40多天的医疗救治工作 可以说他们是完成了使命 接下来将进入到休整阶段 一共收治的病人是934名病人 然后现在所有的病人都出院了 还有一部分少量的病人 40几个病人转到我们当地的房舱 核舱了 所以整体病人救治是非常好 我们这个医务人员也状态很好 到目前为止我们医务人员 也没有出现医务人员的感染 从街道撤离通知 我们也是一方面是机动 机动移情控制了 我们任务也完成了 也可以回家和亲人团聚了 也有男舍 男舍是我们和当地医疗队之间的感情 特别是中心医院这一块 给我们的物资保障提供了大量的支持 原来就是我们来的时候看的是冰天雪地片 这两天已经是寸暖花开了 截止到目前 共收治患者3311人 通过医生的专业治疗 以及护士的精心护理 治愈出院患者呢 是2848人 目前在院患者 410人 西安医疗队呢 和我们已经并肩战斗了一个多月 他们呢 非常的辛苦 非常的疲惫 他们发扬了不怕艰苦 连续作战的精神呢 这一点值得我们好好地学习 我们也非常感动 祝长春更美好 友谊长存 集散一家亲 友谊长存 散集合力 守望相助 长春长安 长安长冲 我们陕西和吉林是一家人 守望都市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看 正在为您直播的 守望都市 我们的全媒体直播也正在进行 欢迎您随时参与互动 年下已经是4月中旬 我省水稻育苗工作也接近了尾声 据了解呢 今年我省计划水稻种植面积 为1250万亩以上 目前21个水稻生产线的 育央工作已经基本结束 走进吉林市昌义区 画皮厂镇张相村 昌义区助力小康农业机械化专业合作社的 这栋育央大棚里 一派忙碌景象 今年 这家合作社不仅要完成 本社的4500亩土地备耕生产 还为没有返乡的农户 带育央苗 针对不能回家种地或者没有劳动能力的特殊农户 吉林市昌义区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头验作用 积极开展帮扶工作 不仅解决了特殊农户的实际困难 也保证了当地备耕生产 一天不耽误 一户不落下 一亩不撂荒 这几天通化县金斗乡 金河道米合作社的社员们 也正抢抓农石 进行水稻育苗的收尾作业 为了提高水稻育苗的机械化程度 合作社今年新构建了自动化水稻育苗机 与传统的人工育苗相比 机械化育苗省时省工效率高 现在这个机械就不一样了 也快 吸的苗也特别静 就是说苗的吸口找的也特别特别好 目前通化市水稻育苗工作已基本结束 水稻育苗面积在7500左右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组织农业技术人员 深入水稻育苗棚室 对于育苗生长情况进行跟踪技术指导 确保稻苗出苗快 出苗整齐 据统计 今年吉林省计划水稻种植面积 1250万亩以上 目前21个水稻主产线的育苗工作 已经基本结束 全省主推优选 吉经816 吉农大667等水稻主导品种38个 主推水稻基插秧 同步侧身施肥 水稻病害防控等新技术9项 为实现吉林粮食文产高产奠定坚实基础 首王都市编辑报道 再有两个月的时间 2022年高校毕业生就已经正式迎来了毕业季 为了最大限度的降低疫情 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影响 吉林省国资委联合多部门 开展了吉林省省属国有企业 2022年高校毕业生春季招聘工作 为了缓解疫情 对高校毕业生就业造成的压力和影响 吉林省国资委 联合省委宣传部等多部门 开展了吉林省省属国有企业 2022年高校毕业生春季招聘工作 据了解 本次招聘工作在4月18号兴盛启动 至6月15号结束 目前我们正在积极组织 省属国有企业 根据企业发展战略和人力资源规划 确定2022年度用人需求 最大限度的挖掘和开发 适应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工作岗位 据了解 招聘岗位信息在有关部门审核汇总后 将通过吉林人才网 吉林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网 等网站公开发布 5月中下旬将组织统一线上比试 比试通过后 有各招聘企业组织面试 体检好茶等 此次招聘 我们坚持公行公正 公开 竞争择忧和稍下选择的原则 科学选人用人 阳光潮 坚决杜绝各类违规行为 保护每一位阴性人员的正常权宜 如果有同学是2022年高校毕业生 可以登陆吉林人才网等网站 查询相关流程 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 收网都市报道 为进一步健全长春新区 公共卫生服务及综合治理体系 促进新区经济社会平稳发展 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决定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具体来看今天的便民发布台 长春新区共计招聘270人 其中新区卫生健康局所属二级设业单位220人 长春市公安局长春新区分局50人 参加招聘的人员登陆长春新区人才就业网 注册账号 点击长春新区面向社会 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报名入口 或招考报名进行报名 报名时间 2022年4月23号8时30分至26号16时 根据财政部通知 2022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出高级资格考试推迟举行 具体考试时间和工作安排另行通知 为有序推动逐步加强日常医疗服务攻击 满足广大群众基本就医需求 麒麟省富幼保健院自今早8时开始 恢复产妇产后42天复查 妇科超生检查 儿童健康体检 儿童营养疾病诊治 小儿疾病中药条理等诊疗服务项 日前 东风气臭强公司决定 自2022年4月22号起 召回2021年10月26号 至2021年10月30号 生产的部分东风日韩品牌 新销客汽车 共计1752辆 首网都市一边请报告 随着天气的转暖 很多候鸟开始北迁了 4月16号 吉林省天桥岭林业局 统子沟林场 出现了数以万计的鸟群 它们如剑雨一般在天空中飞舞 吸引了很多人围观 据了解 这些飞鸟叫燕雀 到了春季的迁徙期 就会出现千万只鸟类集群的景象 4月16号至20号 在吉林省天桥岭林业局 统子沟林场 每到黄昏时刻 在该林场办公室周边绿化树上 密密麻麻地停满了 上万只像麻雀的飞鸟 杨树松树的树冠中 也传来阵阵鸟鸟名 在林场坐地灾木耳 培植产业的居民 最早发现了不明鸟群 大聚集的情况 了解后得知 这种飞鸟叫燕雀 它是一种中等体型的雀科飞行 在我国是一种常见的候鸟 经常成群活动 尤其到了春季的迁徙期 会出现千万只鸟类集群的景象 每年秋天 它们从北方飞往南方跃东 四年春天又飞回北方繁殖后代 眼下正是候鸟迁徙季节 邻居居民若遇到任何飞鸟走兽 应与吃饱食必要的距离 如遇受伤的野生动物 应及时联系当地森林公安部门 请求警方处置 不可擅自处理 任何伤害野生动物的行为 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受网都市编辑八道 近年来 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取得了显著成效 近日汪青县居民 在深夜驾车回家途中 在路上遇到了一只东北虎 据了解 这次遇到东北虎的地点 距当地最近的村庄不足十公里 而这已经是当地 今年发生的第二起 人与东北虎路上相遇事件 随着人们对野生动物 保护意识的提高 以及生态环境的改善 很多野生动物开始繁衍生息 日前 一只野生东北虎 偶然闯入了 浑春出入镜边防检查站 直进点的视频监控区域 真的是当时看见了是激动 又还有点害怕 然后还有点小惊喜吧 据了解 该视频的监控区域 属于国家虎豹公园范围内 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 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重大工程的推进 尤其是东北虎豹公园 批复设立以来 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 得到了有效改善 最新数据显示 野生东北虎 东北豹数量 由试点支出的27只和42只 分别增长至50只和60只 监测到新繁殖幼虎 10只以上 幼豹7只以上 目前 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 安装了一套天地空一体化 自然资源监测和管理系统 野外三万台红外相机 实现了公园的全覆盖实时监测 对村村村民进行 野生动物相遇的 这个实时的预警 也加大了 人虎相遇的这个科普指南 确保辖区内人虎两安全 谢谢YP 不要新凤血血好心脑好 欢迎您继续收看 正在为您直播的首望都市 我们的经典剧场呢 将继续播出家庭伦理剧《孝子》 欢迎您持续锁定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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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st tell me that I can't Don't say anything negative 'cause I just wanna hear it out your mouth yeah Give me fuel it's a tool that I use to go ahead and run my f*** out yeah I take shots I take loss I make shots I miss lots I tell you get big box You get yachts Just swing lots and pop off a big shot I ain't done chasing Got big dreams bigger things impatient Who's at the top think they need replacement Who's at the top think I'm gonna erase let face it I don't give up quick I don't give up shit I won't give up this 'cause I know that I want it Know that I'm on Let's go Yo I'm like an addict Do I got a habit I ain't even playing got a